一场史无前例的真人游戏 456位参赛者赌上性命参加 获胜者将得到巨额奖金 为了胜利 他们将无所不用其极 登登登 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悬疑惊悚剧 《鱿鱼游戏》 鱿鱼游戏是一种小孩玩的游戏 因为图案像鱿鱼 所以被叫做鱿鱼游戏 既然是游戏 肯定要有规则 首先分成两个队伍 一个是攻击 一个是防守 游戏开始后 线内的防守者可以用双脚移动 线外的攻击者只能用单脚移动 如果攻击者穿越鱿鱼的腰部 就能获得双脚自由移动的资格 接下来会喊一句暗形遇事 没人知道为什么这样喊 总之都是这么喊过来的 然后是最后一站 攻击者聚集在鱿鱼图案的入口 想要获胜的话 必须把脚踏在鱿鱼头上线内的小空间里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被防守者推挤到线外 或踩住线 就会死 成功竞选时会高呼万岁 也就是获胜的意思 这就是鱿鱼游戏的基本规则 接下来进入正题 齐勋的生活可谓是一套糊涂 啃老就不说了 这么大人了还偷妈妈的钱 偷钱干嘛 独马 小姨小伯大 一夜暴富 经历了几次失败后 终于梦想成真 一下赢了四百多万 他一开心 给了贵员一万小费 恰好今天是女儿的生日 他赶忙联系女儿 要求女儿吃大餐 还要给女儿买最好的生日礼物 可人生总是起起落落 钱在兜里还没污热 要债的就找上门了 他拔腿就跑 不小心撞到人 还不忘道个歉 不一把 可马场就这么大点地方 他能往哪跑 最终还是落到了债主手里 受了点皮肉之苦 为了不让肉体继续受罪 他决定把四百万拿出来还债 可一摸兜里 钱没了 这什么情况呢 仔细回忆了一下 是被刚才撞到的人偷了 这下玩大了 还好债主没继续为难他 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凑钱 凑不到的话 就先用肾和眼珠来抵账 债主准备离开 齐勋提了个小小的要求 再借一万 债主笑了 大嘴巴子要不要 还一万 容奈之下 齐勋找上贵员 把刚才那一万小费要了回来 女儿还等着大餐和生日礼物呢 生日礼物好解决 去抓个娃娃就行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抓娃娃是个手艺活 他不是这块料 还好遇到个小朋友 抓这个特别在行 在小朋友的帮助下 他搞定了生日礼物 接下来该去见女儿了 说好的大餐变成了路边摊 但女儿没有责怪 因为昨天妈妈和姬父 带他支牛排了 齐勋拿出生日礼物 女儿满心期待的打开 结果是一把玩具墙 别提有多尴尬了 这东西要是被前妻看到 齐勋免不了被抽骂一顿 于是他收起玩具墙 说暂时帮女儿保管 然后立刻许诺 下个生日绝对有惊喜 时间过得很快 再过365天就到了 女儿似乎有话要说 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看样子明年要出国 时间也不早了 齐勋背着女儿回家 因为没钱坐车 只能靠走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 日子前妻很是不满 把女儿交给前妻后 齐勋赶忙去坐地铁 可还是没赶上 齐勋无奈点坐到长凳上 或许这就是命吧 这时 一个男人在他身边坐下 主动跟他打话 他以为是传教的 很不耐烦 还把玩具枪拿出来吓唬人 男人打开箱子 邀请他参加游戏 他本想拒绝 可看到箱子里的东西后 拒绝的话 应声声憋了回去 男人拿出一红云蓝 两个画片 让齐勋陪他玩一会儿 齐勋每赢一次 他就给十万 相应的 如果他赢 齐勋也得给十万 不过他可以让齐勋先进步 齐勋心动了 马都敢赌 还不敢赌这 齐勋拿起蓝色画片 信心失足地朝红画片砸去 结果砸了个寂寞 接下来给对方了 手起画片落 齐勋第一站失败 不过没关系 债多不压身 男人也挺大方 没钱是吧 那就来个大嘴巴子 十万亿笔够小 齐勋弄了 这也行 那还等啥 继续玩吧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 齐勋不知道挨了多少大嘴巴子 脸都被打红了 又挨了几下后 齐勋终于赢了一次 他早已忘了钱的事 上去就要报仇 男人拦住他 拿出十万现金 齐勋弄了一下 他突然发现钱还挺好赚的 挨几个大嘴巴子就有了 男人突然站起身 把齐勋的人生经历说了一遍 最关键的是债务 欠外面一亿多 欠银行两亿多 齐勋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对方怎么这么了解他 男人拿出一张卡片 并告诉他剩余的位置不多了 齐勋看了看手里的钱 把卡片的事抛到脑后 已经赚了这么多 不能贪 齐勋回家向妈妈炫耀 这都是凭本事赚的 妈妈告诉他一件事 前妻一家明年要去美国 这意味着他以后见不到女儿了 他这才反应过来 说明年生日的时候 女儿为什么欲言幼稚 妈妈劝他争取一下抚养权 只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抚养 法院那边就会判给他 齐勋拿出那张卡片 是生活把他逼到了这一步 他拨通卡片上的电话 对方问他要不要参加游戏 他选择参加 他来到指定地点 一辆车停在身边 让他报暗号 123木头人 暗号正确 车门打开 齐勋一看 车上还有几个人 而且都睡着了 看来没地地很远啊 幻影刚落 车内喷出气体 齐勋也睡了过去 在此睁开双眼时 已经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来参加游戏的人有很多 齐勋的编号是456 参赛总人数就是456 他是最后一个 一号是个老头 而且还有点老年痴呆 他也是无奈之下 才参加这场游戏的 老伴走了 不想麻烦儿子儿媳 而且脑袋里有肿瘤 没多少日子可活 正说话间 有人发生冲突 67和101 67之前在101手下干活 后来自立门户 让101很不爽 101不爽 齐勋也不爽 因为67就是在马场 偷他钱的人 齐勋的突然出现 让101很没面子 话还没说完呢 就被人打断 给我谁谁能舒服 大致要教训齐勋 大门打开 一群红衣黑面人出现 站在两边的人 脸上是圆圈 中间那个脸上是方块 看来方块比圆圈的地位高 方块上前一步 欢迎大家的到来 在接下来的六天 大家会参与六项游戏 全部获胜者将获得最高奖金 有人提出质疑 大家都是被民运后带到这里 随身物品都被没收 主办方也不露脸 让人怎么相信 方块表示民运是为了保密 不露脸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 他放了几段视频 前来参赛的人几乎都还过画片 经理和齐勋类似 都欠了根本偿还不起的债务 所以说大家都是自愿来的 没有被强迫 现在比赛还没开始 想继续被债主追到可以选择退出 想搏一搏的可以选择留下来 齐勋提出关键问题 奖金大概有多少 方块按下遥控 头顶出现一个小猪存钱罐 每项游戏结束后 奖金会累积在这里 具体金额会在第一项游戏结束后公布 大家都尝过大嘴巴的前头 所以没人退出 接下来是签订协议 游戏一旦开始不能中断 拒绝参加游戏者将视为淘汰 超半数参加者同意时可中断游戏 签完协议后 大家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前往第一个游戏场所 入场时要面对镜头笑一下 算是拍照留念 黑衣人在后台默默的看着一切 第一个游戏场所是一片空地 齐勋在这遇到了熟人 218号上右 齐勋几天前还去过他家 他们还说他去国外出差了呢 上右是高材生 能走到这一步可能是有苦衷的 所有参赞者入场 周对面有一个大娃娃 游戏内容正式公开 他们要玩的是123梦头人 大娃娃是鬼 五分钟内到达终点就算过关 游戏开始 有原地观望的 也有勇往直前的 鬼转过头后 冲在最前面的324号为站稳 淘汰 而淘汰的下场就是死 大家一时没反应过来 第二轮目头人开始 250来到324身旁 他以为324在开玩笑 没想到是真的死了 他吓得后退了几步 被鬼侦测到 随着一声枪响 250淘汰 学见了306一连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枪声此起彼伏 这才第二轮而已 就被淘汰了这么多 剩下的人是真的慌了 第三轮开始 除了一号老头 没人敢往前走 第四轮还是这样 到了第五轮 大家也开始往前走 但还是有人因为不小心 惨遭淘汰 齐勋早就吓傻了 打大嘴巴子的时候 钱那么好赚 现在直接上升到生死了 商又在身后提醒他 不动就是等死 他在自娃娃身上 装着动作侦测设备 只要躲到别人身后 就不会被侦测到 到第六轮的时候 他亲身示范了一下 果然是这样 时间还剩两分钟 齐勋得行动起来了 大家小心翼翼的往前冲 67号也很聪明 躲在101身后 101立马客气了不少 因为67随便搞点小动作 他就得血洒当场 下一轮 67甩开101 齐勋身前的人被淘汰 再下一轮 齐勋的脚被人拉住 这样下去了两人都得死 还有一分多钟 齐勋先以后 继续往前冲 没了齐勋的掩护 身后人立马被淘汰 与此同时 黑人就坐在沙发上 欣赏着这场大型游戏 在前进的过程中 不断有人被淘汰 大家对奖金已经不那么在乎了 只想着能活下去 已经有人冲过终点 齐勋目前比较危险 时间所剩不多 终点就在眼前 关键时刻 他宰到死人的胳膊 还好被人拉了一把 不然就死翘翘了 两人在最后一刻跨过终点 而那些没跨过终点的人 只能迎接死亡 由于游戏第一集到这就结束了 第一项游戏收关 齐勋显而又显得过去了 按照之前所说 第一项游戏结束后会公布奖金 大嘴巴子一下十万 这直接上升到玩命 奖金肯定不少 第一项游戏没什么难度 最终的目的是让大家搞清状况 在接下来的游戏里全力以赴 游戏规则里有一项 超半数同意可中断比赛 主办方竟然敢这么定规矩 肯定有十足的把握 不会有超半数同意的情况 所以游戏肯定会进行到底 其中的必判和而又我诈也不会少 相信接下来的游戏会更加精彩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